却为探索讯,这是一艘曾经在距离地球数亿公里土星轨道上,整整运行了三年的飞船。 它曾多次给地球科学家们传回难以置信的图片,帮助科学家们对土星更深入的探索和研究。 这艘飞船就是1997年发射并于2004年,到达土星预定轨道的卡西尼号。 2017年卡西尼号飞船在解体前几周时间内,给地球科学家们传回一段能转换层声音的神秘电波。 在瓦解前两周,当卡西尼号飞船越来越接近土星时,从未有过的近距离让它捕获到远距离而无法得到的数据,帮科学家们揭示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。 卡西尼号飞船发现土星和它的外星土味2之间,存在着一种可转换成声音的等离子波,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等离子波,在两者之间互相传递。 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?难道说这是土星和土味2上的外星生命,正在偷偷的互通信息? 安装在卡西尼号飞船上的无线电等离子波科学一气,捕获到土星和土味2之间存在,这可转换成声音的等离子波。 这是卡西尼号飞船有史以来第一次捕捉到土星与土味2间连接磁场现间存在的声音。 当然,这种声音并非真这样的声音,而是一种一频频率半围内的等离子电磁波,因为近似真空的太空不允许存在和传播声音,只有存在空气类的介质才能传播。 来自爱河大学的行星科学家欧雷苏莱门认为,土星与地位2之间的关系,与地球与月球之间的关系,存在很大不同。 因为神奇的土味2能通过间歇前将水离子渗入太空,造成了行星环,事实上土味2就像一个小型发电机。 当它绕土星公转时能产生直适的能量来源,土星和土味2的等离子体波能通过次场线路,将其连接到几十万公里外的土味2。 卡西尼号飞船记录下这些等离子波,并将它们传回了地球。 科学家库无线电技术将这些等离子波转化成生平,并将生平从16分钟缩短到28.5秒。 最终科学家听到了一种奇怪的声音,有它大声、嘶嘶声、哨声和嚎叫声,显然这并不是外星生命已有的声音。 看来人类发射价值数亿美元的卡西尼号飞船,探索土星一切都是值得的,更有趣科学探索内容,请关注唯一的有趣探索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